同学还是有上过课 因为我大概查了一下 至少有九个同学是从入门班上来 但是有大部分同学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知道 有这个课程 而且就来报名了 那我也蛮惊讶的 其实这方面课程 这个受欢迎程度 其实也超乎我预期 因为像这种课程 其实是要写程式的 写程式的话 如果说你 没有相对应的概念的话 或者是你要有个决心 不然的话学好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不过你现在也没办法 你不学也不行了 因为你不学 未来你在职场上 真的很难混 真的 太多资料 你需要怎么样 很快的把它解决掉 不然你后面就没办法做了 那谁帮你做 你总不能有个助理 帮你慢慢做吧 助理的效率还是人 你还是需要怎么样 写点东西快速把它解决掉 而且这样的案例 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所以未来 像目前107年课纲 教育部也直接把程式设计纳进来了 也就是国中跟高中生 程式设计列为必修 而且现在很多大学 像台大原制 就直接把非资讯科系 程式设计列为必修 而且是列为毕业一定要修 那两学分必修 所以也就是不是只有那个 资讯科系的人要学程式设计 应该是好像以后变成人都要学了 不过 主要部的这样的策略 其实政策也就是正确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未来 如果不能够把握下一次的 这个工业4.0的这个契机 可能你未来台湾 其实还有什么可以跟别人竞争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那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部分 第一个是 以色友当资料库与查询系统的建立 OK 这部分第一个 所以这后面我们会提到 那除了当然 你可以把以色友当资料库来用之外 其实也可以把 以色友跟其他资料库做连接部分 我也会提到 但是还是有点难度 因为第一个 你要有资料库的概念 如果你没有资料库相关的概念的话 可能还是要找相关书籍 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叫资料库 资料库的相关的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正规化 栏位啦 栏位的概念 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还有栏位形态 另外的话 像现在有观念式资料库 可能观念来观念去 可能有一些资料在外面 你要怎么把它查进来 所以在以色友里面有Vlook案数 其实就是利用 有点像观念式资料库 把资料查回来 概念其实是相似的 也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但是它的效率又没有资料库来的好 而且会有比数上的限制 因为它最多就是一个工作表是 最多是100多万 1048576 100大概比的限制 不过呢 其实你说100万比不够吗 其实对一般来说也绰绰有余了 如果是个人或者是小型的部门 小型的公司 其实倒不如就直接拿以色友当资料库就好了 一劳永逸 你又不用去买什么SS 又不用再去买什么MSC-Code 或者是其他的资料库 OK那这个我想我们后面会提到这相关的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对于那个输入自动化与资料 还是资料库 大家对资料库好像特别感兴趣 不过资料库难度其实还比较稍微高一些些 另外的话呢 VBA跟大数据相关处理 这我刚刚提的 所以大家好像对相关讯息 也许我们有些案例如果提到的话 顺便讲一下什么叫大数据 如果其实你们每天应该有接触过 就是说VBA跟大数据的应用 有没有什么样直接关联性 那再来的话工作表合并 并且汇出到资料库 又是资料库 OK 所以大家好像对资料库的需求好像比较大 那工作表合并 当然很简单 一件比如说你有100个工作表 全部变成一个总表 怎么把它合并 那后面其实还会提到的 其实你会发现资料的处理 要不就是分分合合 把它怎么合并完之后 可能又要再把它怎么分出去 再去抓里面的某部分的资料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上课的重点 如何做合并 如何做分割 那合并的话呢 其实你的资料可能在不同的工作表 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工作表 同一个工作表就范围 范围的合并 有没有 范围的分割 或者是一栏分成三栏 三栏分成一栏 反正不外乎就分来分去吧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些呢都能够很快的 甚至一键完成所有动作 那你的事情效率一定会比别人高上许多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方法很多 你也可以用内键函数 可是内键函数有很多是做不到 所以才会需要用到VBA 那其实你会想说那为什么要学VBA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以键里面函数很多是办不到的 那办不到的话就需要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 即便可以办得到 但是也很麻烦 而且是非常麻烦 光做一个函数可以做到 可是你光下那个公式 哇下一串 而且呢最后还要执行正列 Ctrl Shift加Enter才可以 哇那光那一串 而且要能够正确 其实是相当的复杂 倒不如写VBA还比较简单 相对的啦 OK好 所以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大家学习需求 然后还有什么呢 火焰部就Excel 如果你有大量的火焰部就Excel 在一个资料夹 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里面的工作表 全部合并在同一个Excel档案 我想工作里面应该会遇到 类似的状况吧 很多个档案 按个按键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然后再按一个按键 全部又分开了 比如说呢 你希望给各部门 各部门你就不能给 全公司的东西 全部给每个部门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 按照部门 对不对 等到全部回来之后呢 他又各部门回来的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给总经理给董事长看 你总不可能分很多档给他 你自己开你自己开 他开一边开一边骂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 合并之后给他 而且最精简的东西给他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先做一个处理 那你的价值就在这里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 按一个按键 做完了 按一个按键 又做完了 所以你每天的工作就按按键就好了 对不对 真的像我一些学员 学完之后呢 真的 他很快把它用在工作里面 那他可以看到 就是他每天工作都非常惬意 常常还会跟我MSN一下 说老师最近怎么样 然后 我说你这么闲 他说对啊 最近因为学完VBA之后 每天到下班的时候 才把那个按键按下去 然后再给老板 这样他事情就结束了 然后他常常就说 老师我到底应该是要 要不要跳槽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 跟主管谈过了 他也帮我 就promote到另外一个部门 可是薪水没有加很多 那对于我 他会觉得说好像薪水没办法满足 他问我要不要跳槽 那当然这个见仁见智的啊 你如果一直跳槽 其实你的机会会变多 而且你不同行业的那个 学习的东西又不一样 如果你每个行业别 你都可以学会的话 那相对的你的竞争力也会提升 我说没关系 你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就跳槽嘛 对不对 所以你用下班时间去interview也OK啊 像我刚刚在那个咖啡厅 也是遇到旁边就在interview啊 那那个人他本身他已经在上班啊 OK 他是下班之后才interview啊 那当然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啊 那目前呢 在很多行业别已经把VBA列为必要的专长 像保险业我知道已经把那个VBA列为必要的一个技能了 如果你不会VBA恐怕你要进保险业啊 就是一个问题了 OK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很多行业都这样 我觉得很有可能 什么时候不知道 只是会越来越多 OK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学习的需求 为什么要学 想借由学习提高效率最多 OK 那刚好有业务当上的需求 OK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门课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这门课我们就是办公室提高效率嘛 能够提高多少效率 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要看你们后面的努力啦 每个人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我相信应该都可以得到那个感觉 你会发现哇越来越有感觉 那首先的话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专长其实就在城市设计这个预约啦 当然不是城市设计 其实我教城设计已经教了应该有差不多快20年了 我的城市设计写的经验也大概超过20年了 那城市设计写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兴趣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为什么因为只要用电脑解决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我一定写一个城市 不管写什么城市啊 反正只要看到需要一直不断重复的事情 我宁可写城市 我也不会去反复的去做那件事 反正你只要 那其实这个讲到就是电脑的专长 电脑呢 处理重复性的工作 非常的在行 而且他不会做错 另外呢 他不会疲劳 人会不会 会啊 你重复做几件事情之后 你就开始累了 然后呢 眼神开始涣散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 我觉得啦 用电脑的长处 而不是呢 你变成一直被电脑 就是被电脑的这些问题给追着跑 OK 那我的专长 反正就成是 其实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Google 吴老师 前面几个连接都是我的 可能很多的关键字也都很容易找到我啦 因为我还蛮经常在分享一些东西的 像写部落格文也写了一堆了 但你只是最近好像比较懒一点 比较没写 最近比较 会想到健康 健康可能比较重要 因为有时候不做太久 真的 尤其是颈椎啊 手啊 都有可能发生问题 所以现在 经常会 有时间就去运动 不然也变胖了 最近应该会 会再瘦一点 所以你们在期末的时候 应该看到我至少 我的目标应该至少要瘦个五公斤吧 不过是 因为讲出来 比较容易实现 因为大家会看 老师你最近怎么 真的变瘦了 对 OK好 夏天我习惯就是会 会 那个 那我除了以这个VBA之外 现在APP开发了 OK好 那最近的话呢 这上一期课程 突然下课的时候 陈办人给我一个 给我个这东西 由我们这边颁给我的 叫卓越贡献教师 的一个奖项 OK 然后 这里也锦上添花了 那我这方面的教学经验 其实还算丰富了 目前开课的地方 非常的多 而且还应接不暇 OK所以 大概有这些 像附近的好几个学校 其实能开的地方都开了 所以呢 我能够腾出的课程的时间 也都 基本上都被占了 OK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的经历 大概是这些了 那我当然不是只有在 学校 学校里面 目前也有接一些课 不过不是只是单纯讲语 我还是比较强调 是实作的部分 所以在学校里面 常常鼓励学生 一定要能够 在实际上面的东西 能够给人家看到 那这个 大概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YouTube 这也放500多万次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曾经担任过 那个某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然后也得了那个一个 叫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OK 所以应该 我想会给我们这奖 应该是 还是因为我们有做了一些事 其实就是 因为你创业嘛 你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节省成本 在最少的人力底下呢 能够用最高的效率 做出事情来 那怎么做 所有事情都可能要 用写程式来解决 因为你写完成之后 那个人就不需要了 OK 所以以前 反而创业呢 带给我很大的 这个经验累积 为什么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写程式 那我要怎么办呢 只要看到那个问题 我要马上把程式写出来 然后马上可以上线 马上可以walk 所以你要办 我随时 但是很辛苦 不过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从这里面收获最大 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OK 所以来自上这个课 其实也是经验分享 OK 好 那 再来的话 我的证照也是一堆 我证照超过30张 Excel方面的证照 也一定有 还有像Office系列 所以反正那时候 很稀奇 没事就考证照 而且之前还教过 像AutoCAD这些课程 不过现在已经不教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多力气了 太多了 还是留一些课给别的老师教了 那 再来的话呢 我的YouTube频道 那当然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是 我很有 蛮喜欢分享的 所以我把影片 上课影片放在YouTube上 我发现 看的人还蛮多的 而且我订阅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 现在才一万 这边看到的是一万两千人 不过应该超过了 然后 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每个月 也会付我一些费用 我想说 挂了广告看看 真的 每个月都会付美金 而且金额还不少 你看 这个金额 之前就有同学说 各十百千万 其实没有 这边有个小数点 可是小数点还蛮多的 你看 这个是美金 不是NTDolls 是USDolls USDolls其实也不算少了 所以 有时候出国旅游的旅费 其实Google赞助 都足足绰绰有余了 只是剩下就没有时间 最近想说 要去哪边玩 对 就想要空出一点时间 可是一直排不出时间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帮忙设计一些证照 所以考试之类的 那再来的话 有关参考用书 我是建议啦 如果因为蛮多同学 函数如果不行的话 一定要找一些 我之前上一期的课呢 是用这一本书当成 我们的上课的参考用书 里面有468招 实际上就是468个范例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468个范例 全部都花时间解决的话 我相信呢 你在各种Excel的那种函数应用 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Excel里面 大概250几个函数 250几个不见得 每个都派得上用场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用到某一个函数 你要能够马上可以用上 不然的话呢 你问题没办法解决 你如果不会用那个函数 你可能要涂法链钢 OK 涂法链钢跟用函数 那函数还是比较快 OK 那如果没有 才会想到用VBA 可是如果你连VBA能力都没有 那当然你不用讲了 所以这本书 里面虽然有函数啦 可是 我还是会在后面补充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用函数怎么解决问题 如果我今天不用函数 我用VBA怎么解决 一样的问题 有两种的解法 OK 那也就是你可以很清楚说 函数这样解 VBA可以这样转换 所以以后的话 你即便就是你会用函数 但是你不会写VBA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可以转换 然后它有分成九类的函数 九类哦 分成九大类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像相关的书籍 像这个是奇妙的 两本这个 这个是入门 这是进阶 那不过这些书籍的缺点 就是比较理论 想了很多 但是里面的实作很少 而且很多同学看完之后 真的要自己打 还不知道怎么打出来 其实都看得懂 为什么因为书里面都有画面给你看 哦 做完了 但是呢 从 开始动手到做出来 原来是这么遥远的距离 因为 真的太抽象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书 理论的部分呢 请各位花一点时间自己补足 那我会教各位的比较多的是怎么把它做出来 重点应该是做出来 而不是教你怎么做 很多书都有教你怎么做 但是你做不出来 对不对 像很多人买了一堆书还拿来给我看 老师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看 我看完之后我都说这本书比较适合我 所以他说好吧老师这本书送给你好了 对 后来我当然就很累 像这本书有没有 这本书哦 我本来没有买 我在书店有看 然后后来有个同学就拿这本书来给我看 我就回答他后来真的就把这本书送给我了 所以我有这本书 我这本书是因为真的那个同学送给我的 OK 那因为他说他看了半天 他只有翻了几页之后 然后也试作了 但做不出来 所以他觉得说 好吧老师这本书送给你好了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像这些入门书啦 一点都不难 以塞尾比别一点都不难 一件搞定所有报表 那这本书写的还蛮千贤易懂的 那再来这本书好像绝版的就算了 那另外还有跟资料库有关 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 我是觉得写的也还不错 可是呢 如果你要把这里面的书 全部看完之后再开始做 你会发现你也做不出来 而且它程式其实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会提到 那我觉得还是帮各位做 怎么样跟资料库连结的这个部分 那我里面会提到一些 精简版 还有呢绝对做得出来的范本 反正呢你只要怎么样 会Ctrl C 贴到Ctrl V 贴到你应该贴的位置上 然后修改一下 就一定可以work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 后面都会提供给各位啦 因为我觉得 如果叫你自己看书 学到会 那你就不用来上课了 OK 所以比较精简的 底下有一些技法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上课会有一本上课用书 而且是直接帮各位购买好 下个礼拜会给各位 就是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编的还不错啦 而且还蛮新的 现在很喜欢 书里面都一定要什么 城市菜鸟 什么也能拿来即用的 一定要写得很那种 夸张啊 OK 怎么可能 如果给你 你下个礼拜就不用来上课啦 是不是 不过我是觉得 他这本书好处 就是他有200个范例啦 200个范例都是跟VPL关系的 实际上呢 他基本上只有40个 只是说一个 他把它分成五个 一样类型的范例 那这里面的话有哪一些 那这本书下礼拜会 他也配合2016 带有这些 那可能比较重要的 其实会跟我们课程比较有关 你像自动合并多张工作表 然后呢 找出你的资料 其实就查询 然后快速分类吧 然后等等的 就是还有像什么 透过SQL语法控制SS 或者其他这些啦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他其实就是针对什么 某一些案例帮你设计一个范例 然后如何解决 告诉你程式怎么撰写 因为或许啦 我们会里面抓一些 可能比较OK的范例 跟我们课程有关的 但因为他有40个 可能没办法全部都讲完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挑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相关联的 拿来做说明 OK 那这个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问卷跟那个 好 那待会的话 我们接下来 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 那有蛮多同学是选入门的 所以待会 可能我们就会先到那个 第一个阶段好了 那我把这个云端白板 的云端硬碟 这个上面有个云端白板 那请各位 先帮我找到单元1 拆解 资料的拆解 其实这个资料拆解里面 主要还是在比较简单的 那在我们入门课程里面呢 有提到这个151 这一个 这一题的话 各位还记不记得151 他这一题的话 如果我们简单复习一下 如果说你没有上过的话 第一个你先把它点开来 右上角有个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会需要做到什么 那如果之前有上过课 我们重点复习一下 这个是答案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说呢 我要用哪一些函数 它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帮我把 A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有刮壶 刮壶里面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有刮壶带过来 那如果没有刮壶呢 就保持空白 OK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这里的话呢 会用到几个函数呢 第一个 Find 第二个 Mid 第三个 If L 如果有错误的发生 那做完之后的话 类似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当然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 里面的话这样子 这个就答案了 当然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自己再做过看看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用拖拉一个 这个地方 你可以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复制的话呢 是拖拉加Ctrl键 放开 把这个改成VBA 那VBA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前一个阶段有提到 VBA至少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是这边加一个按钮 按下之后呢 自动全部帮你把事情搞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会出现一个制定函数 也许叫什么 刮弧自串函数之类的 然后呢 你就给它资料 它一样向下填满 也会自动帮你把事情解决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根本不需要想 用什么函数 自动完成 OK 那这个我想在我们的 论文班有提到 我想好像有些同学 完全没学过 那不然就做一个复习好了 然后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我把它稍微再讲一下 OK 那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当然还有一些简单题 因为今天算是 第一次上课 那其他还有像151 152 或者是153 154 等等我这边上面放的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呢 前面是一个 这个符号表示说它是一个档案 这个练习档 那它的档案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档案呢 它都会有一个文件 其实这个就是答案了 你把它打开 每一个档案呢 每一个档案呢 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答案 那我刚刚讲的函数 其实就是在这边 这个是示意题 然后里面会用到的 这个完整的公式 其实你可以拆成四个部分 再把它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 VBA在这里 怎么做VBA 程式都在这里 当然呢 如果等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打得比较慢 你不如就先复制贴上吧 先至少会walk 那我会告诉你怎么写 往后的话呢 写VBA流程大概都一样 OK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